好,假设我们有以前有做好的网页档 像这个网页档会跟这个图片在一起 我们怎么把它放到新北市医学院 那我们这个网页档用火屋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潜入这个档 潜入一张相片 它引用了一张相片 那怎么做呢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两个档要同时传到 我们的新北市医学院去 那首先讲安全性问题 所以你不可能在Hand里面加很多JavaScript那些 因为在Hand里面加JavaScript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 有可能会被阻挡掉 你是标准的网页格式 如果你是标准的网页格式 就可以潜进去 那做法怎么做 好像这是标准的网页格式 那我们就要做的动作也很简单 那你在我们的资源里面 新增一个资源 选择档案 一样是选择档案 那这个时候你传档的时候 你就可以同时传很多 你也可以使用 我简单打一下 你传档的时候 你就特别注意 你就把这些档案全部传上来 我刚才这两个档 我把这两个档 都传上来 我先把这个图片传上来 好 现在有一张图片 再把网页档传上来 当然你要把它打成一包zip 上去再解压缩也可以 再把网页档传上来 好 这个时候你教材有两个档 你可以指定说 我当学生点这一个教材的时候 你指定开哪一个档 以我们现在来讲 当然一定是先开这个档 设成主要的档案 把这个档设成主要的档案 储存并返回课程 回到课程里面以后 你就会看到 学生点这个档 他就会 把这个HTM没有档 把它打开来 那你原来潜入的图片 引用的图片 也都会正常的存在着 这也就是以前 如果你有已经做好的网页档 可以利用这方式 把它放到我们的教材里面 来使用